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牡蠣料理来到第二道牡蠣锅饭 昨天我带大家做的是用煎的 看大家喜欢做哪一种 这是我用到的材料 我用盐水洗过的牡蠣 用盐水洗过不是浸泡跟文革吐沙不一样 做菜就看你喜欢什么就搭什么 这是很随性的 菇类的话呢 如果我要做炊饭或者是煮汤 需要时间比较久的 我大部分会使用白精灵跟柳松菇 这两个菇类呢 蛮适合来做长时间炖煮的 然后这边看到的是昆布柴鱼高汤 我之前也有教过大家 那昆布柴鱼高汤呢 我把柴鱼片滤掉之后 它还是滚的状态 我就把刚才洗好的牡蠣放进去 让它泡熟 这是我自己的做法 其实每个人在每一道料理的做法都不太一样 那就大家可以自己看你喜欢哪一种 都可以哦 当牡蠣在泡熟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来炒菇类跟甜椒 菇类呢 我一再跟大家强调 其实你不用太用水去洗它 因为它一旦吸了很多水分 你在炒的时候它就不香 而且它就会烂烂的 菇类炒香之后呢 我就把米倒进去 也稍微拌炒一下 刚才我做昆布柴鱼高汤的昆布 我就把它切丝 等下都可以一起再放回去 因为我要用到这一个昆布柴鱼高汤 它还有泡过牡蠣 所以它有牡蠣的鲜味在里面 我用这一个高汤来煮炒饭 这是我们泡过焖熟的牡蠣 把水倒进去 刚才的高汤倒进去 然后我也一样稍微再让它拌和一下 我用这个铸铁锅呢 我就让它焖煮 转小火焖煮大概15分钟左右 我用两杯米 我的水就大概乘以0.8 你记得如果你做炊饭的时候 因为你还有其他的蔬菜菇类 它是会出水分的 所以你的用的水分呢 就不要刚刚好是两杯米两杯水喔 就要稍微少一点 我都抓大概0.8 这样做出来的炊饭才不会太湿 盖上锅盖 小火煮15分钟 15分钟之后呢 我就打开 把刚才泡熟的牡蠣 放回去 还有海带啊 还有芦笋 我都把它放下去 再把这些食材放回去之后 我就盖上锅盖 再让它小火煮5分钟 这是我的做法 就每个人的做法都不太一样 无力啊 我不会去强调 它会不会缩水 会不会变小 因为只要你煮的太久太老的东西 它都是会变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原理 这边倒的是生抽 我大概倒一汤匙 这个炊饭我完全没有任何调味了 我就只有生抽 熄火之后我也想让它焖15分钟 我就开盖了 这是鱼衣甘染 鱼衣甘染呢 它其实不要过度加热 否则它的营养素都会流失 它是适合生死的蔬菜类 如果你觉得它太老 其实你也可以稍微炒一下 但是不要太高温 时间不要太久 那像我这样就是把它拌在那个炊饭里面 这样的料理呢 其实也很简单也很方便 我是先把牡蛎用高汤把它烫熟 但是你又怕没熟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在最后的时候再把它放回去 让它焖一下 好咯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